日韓之間現在是關係降到冰點了 我們來看到 這個南韓仇日仇到什麼地步呢 明明你是到我們家地盤有沒有 那這個在東澳的選手村裡頭 我們看到南韓呢 居然先是掛起了抗日名將的 名言將的布條 好 那結果日本抗議了之後呢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他居然還在懸掛這個老虎的畫像 他其實旁邊寫了一行韓文字 意思就是說老虎下山了 老虎來了 那這什麼意思呢 這有典故的要追溯到這個 封城秀吉當時出兵朝鮮 屠殺老虎 結果害老虎滅絕 他們指的是這件事情 反正日韓關係惡化到了這種地步 所以文在寅當然也只能夠抽腿不去了 那當然這個日本網友也很不爽啊 直接很憤怒的說 要嘛你滾出奧運 還有以後南韓辦的活動 我日本都不要參加了 競平 這個真的是很有趣 我先講之前他們這個韓國的代表團 在他們的選手村 那個大樓的外觀掛起了那個一句標語 標語上面寫什麼城 就是 城就是說做城子 城還有五千萬人的應援跟擁護 五千萬人當然是講的是韓國人啊 韓國五千萬的人口 然後那個韓國的這個代表團 韓國的奧運選手 當然有五千萬韓國國民的應援以擁護 可是這句話馬上讓日本 其實日本韓國關係一直很糟 尤其是兩國之間的民族的這個衝突 這個情節 一直在彼此國民的心中深重已久 那當時掛出這個布條 雖然我剛剛說城還有五千萬人的應援以擁護 馬上讓日本還有一些敏感的韓國人 就聯想到當時李順成將軍是抗日的一個名將 他就有講過一句話 城還有十二艘船應援啊 那之前那個李順成將軍對抗日本的這個海戰 我們在臺灣的這個電影台其實也在播過 海戰我是說還真的蠻好看的 然後看著讓人家覺得熱血沸騰 所以你看這時候其實韓國一直堅持說 這沒有什麼政治的意圖 沒有什麼政治標語 可是日本就像那個這個奧委會 國際奧委會巴赫主席巴赫抗議 也跟奧委會這個要求說 你要去這個制止韓國 然後後來在這個國際奧委會的壓力之下 韓國代表團就在選手村把那個 模仿李順成的明援那個城 還有五千萬人應援擁護那個布條 就撤下來了 馬上撤換上的是什麼 剛剛你講那個屠殺老虎的那個那個那個布條 而且老虎旁邊還有一個主島 韓國就是故意要把它稱為主島 而且畫了一個主島的地理 那那個日本稱主島韓國叫獨島 那這個有一個主島的標誌 上面有一個屠殺老虎為什麼呢 那個典故就剛剛其實主持人 前衛有提到說 在封城秀吉的時代韓國有一個 沒有不是很正式的歷史一直相信說 當時封城秀吉派出的大將叫做加騰清政 到了這個朝鮮半島的時候呢 為了給韓國人下馬威 下令把朝鮮半島的所有韓國老虎屠殺殆盡 所以導致現在舉世啊 已經找不到任何一頭純種的韓國老虎 所以韓國人相信說 就是日本人把我們韓國的純種老虎 全部殺光光 導致現在全球已經找不到這種老虎了 但日本人其實一直認為說 這個是你們瞎掰出來的 那不管怎麼樣日本人就很生氣 然後看到這個布條之後 覺得你們剛你們之前用李順承的這個 模仿他名言 現在用這個屠殺老虎 你們給我滾出去 韓國選手不要來參加奧運了 所以變成韓國跟日本已經產生了這個局 奧運還沒有正式這個比賽 開始比賽 可是彼此之間兩國之間的互相較勁 我覺得是可能精彩可欺 甚至你到時候可以看到棒球 然後甚至這個韓國跟日本會遭遇了各項運動賽事 會不會那個氣都出現在那個賽事場上 這個是可以期待 但是為什麼講到韓國會有這種這麼大反應 就在於之前其實韓國的金瓦臺的這個總統的首席秘書 這個普秀賢他有出來講 他有出來承認 他說其實之前日韓兩國的高層 是有想說要彼此 針對韓國跟日本的一些長久以來的歷史的一個重大議題 爭議 做一個釐清或交換的這個意見 結果後來因為雙方就是可能因為這個準備不足 然後乾脆那個韓國總統文在寅也宣布 不會去日本參加 本來文在寅是打算去日本參加這個 所謂的這個東奧開幕式 以及參加這個幫幫韓國選手打氣 反正最後文在寅也不參加了 然後這就是這場會面破局了 為什麼 原因就是在之前JTBC 韓國有一家媒體訪問了日本的一個外交外務省 就是外交部 他們有一個不具名的外務官員 就故意放話 就是日本的外交官說 韓國文在寅要解決日韓的一些旗艦問題 他是在自衛吧 講得很難聽喔 他說韓國人還是搞好自己的事吧 日本現在沒有理空 沒有沒有沒有空理會韓國的這個這個這個事情 講的就一副很拽 然後很了不起 已經這邊報導從日本 這個傳回國內 傳回韓國的時候呢 韓國人群情激憤 加上日本其實日本在辦這個冬奧 從去年到今年一直高達七八成 就像就算現在這個月冬奧即將開幕在即 還是有超過六成以上的日本人 日本國民不支持日本政府辦冬奧 你光是看現在這個冬奧的各國的選手 確診的案例 從昨天我還看到五十五例 後來變五十八例 好像今天已經破六十例 感覺上會越來越多 那個確診案例已經五六十例的這種狀況 其實各國的選手都比不上 連日本的代表隊 他都不敢住在選手村喔 跑出去住外面五星級飯店 跑出去住外面的就是想說 避免交叉感染會互相碰到 所以已經有點草木皆兵 就是怕那個疫情的這個狀況 可是這個狀況還要讓這個日本可能遭逢 烏肉偏逢臨 為什麼 因為日本的大廠Toyota 他其實算是日本奧運全球夥伴等級最高的地位 他已經宣布說 他本來準備好一支這個非常friendly 很友善的一個這個形象廣告 可是現在也不播了 他也宣布說 在奧運的這個比賽的這個過程當中 不會在這個播相關的奧運的這個形象廣告 我覺得這個很怪 因為他們說有損企業形象喔 所以這個對Toyota來講 他是覺得說他已經嗅到這種危險訊號 他也不出席開幕式 也不出席 因為有六成 聽說六成的民眾不買單 覺得說你這個日本政府菅義偉硬要辦東奧 因為菅義偉的內閣的民調支持度已經跌破了四成 甚至到了三十五點九 到現在三十三成三嘛 就一路從六成五成四成三成三往下滑 你任何現在企業背書的舉動 企業做廣告的舉動 那你不就是在幫菅義偉內閣去背書嗎 所以其實包括之前日本政府還要求說 奧運你就是不可以有這個不要 因為他們這次東奧是禁止飲酒 所以他們還禁酒令幫下去之外 那個日本的一些幾家大廠 Kidding Beer這些大廠 他們就開始說 那我就開始也不要播這個酒的廣告 他們其實都付了 但是他們就志願說 我們上導響應日本政府 不播這些有為禁酒令的這些廣告 其實但是我相信他們心在躺血 你要為了幫你政府辦好東奧 然後冒著大量的大批的國民不支持 然後我錢都付了廣告費也付了 然後贊助錢我也付了 我還不能去播我的廣告 還要很道貌按人假惺惺惺的說 對啊對啊不要買酒 奧運行業不禁酒 那開玩笑 那你這些企業不就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你想幹嘛嗎 所以其實Toyota開出 算是開出第一槍 尤其Toyota的形象企業形象這麼好 直接這樣子會讓日本政府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打臉我啊 因為你直接不播廣告 然後又這樣不是 因為可能也擔心說 安倍晉山接班的是菅義偉 菅義偉這個內閣能夠撐多久 他會不會這個在民調持續的 一路往下滑之後探底 然後到時候出現了一些狀況 我覺得日本的企業是相對比較保守 但是再碰到這種東奧的難得 等於是政府日本國的一個大事的時候 反而出現這樣一個狀況 真的是蠻令人覺得非常詭異啊